我们的四字二的标题叫做生物支援 它以前的标题叫生殖能源 现在把标题改成生物支援了 什么啊 先引入生活 引致生活 这个植物呢 请看好它的名字 它叫铜油树 铜油树 不是你平常去什么客家记得那个油铜花 不是 它叫铜油树 这个植物呢是经济植物 它可以炼油 它的油可以拿来做生殖柴油 这个油是拿来做生殖柴油 所以这个树种是一个产生油脂的一个树种 是经济植物 长像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它叫做铜油树 而你们所熟悉的是油桶 它的花很漂亮白白的 其实它也是经济植物 它也是炸油的 所以才叫油桶 跟它的油呢 是拿来做保护木器 做漆器 做油布等 还有做以前的直散油 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那不是拿来做生殖材料的 它们都是油 都可以炼油 但是目标产物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叫油桶 一个叫铜油树 不一样 这个铜油树 有人想要引进到台湾 然后来炸油 来做所谓的生殖柴油 那就是我们从生物中 得到能源的一个做法 好 好 好